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就是啊 我不喜欢装 一辈子我都不装 就是我就 你看我讲课 我讲课到哪 你说讲多少时间 三个小时 讲一天 讲一天 我从来没有稿子 我从来讲课都没用过稿子 这是才华呀 也不是说炫耀 你不用稿子 你什么不准备 我当然准备 我把所有的艰苦的事情 平常准备 不能让你看见 我让你看到一定是轻松愉悦的 我就一直在想 我们为什么不能办一个想想三十年 我们要办 就对你形成挑战了 不好 不会不会 也挑战不了 你们要办了 我就去 你们就搞了十五年了吧 十七年了 十七年了 我一直在呼吁 看怎么搞个这种聊天式的东西 这个其实是最难的 你看着轻松愉悦的东西 其实是最难的 复杂问题简单化 这个我哥了解我呀 这是最难的 所以这个 我也觉得你特别特别的难 因为呢 整天你说他出现的很多事 听说您退休就不参与新闻了 新闻直播您就不做 比方说最近阅兵 九月三号阅兵直播 我推了很多很多这样的直播 我说这不好吧 退休老头在那执点江山 让人说你退休像个退休的样子 不要退而不休 我是第一个说出来 这个人走茶凉啊 就是采访我这句话 我说人走茶凉 我从你这喝一杯水 我走了这个茶凉是正确的 怎么退了跟不退一样 这不正确 我说我走了就是 我必须要有所表现 有些个节目我就不参加了 有些个新闻的采访 我就不参加了 以后人民日报还发了一个评论 但是我是先说的 退休gab也像个退休gab的样子 但是有些个东西呢 我是要参加 比方说上期节目 我们谈到 这个雾霾的问题 我说的是对的 老百姓为什么以为是错的呢 雾霾可以防机防武器 以后我要多载 科学普及武器装备 这方面给大家普及普及 您要这么说 我再跟您抬个杠 老百姓还说您什么事呢 说是什么近海的海带 可以阻挡美国核潜艇 这您怎么说 海带这是我的生活 我当兵一开始在海边 在海边以后 那时候是战士 战士有个著名劳动 帮着老百姓干活 中国劳动 我们帮着老百姓收海带 海带是怎么种的呢 这么粗的那个尼龙绳 一定是很结实的尼龙绳 把那个海带盐这么小 夹到那个尼龙绳里头 然后用一个大球 给它做漂浮着 一个一个的 海上种的都是这玩意儿 咱们那个东海 黄海 那个水很浅 就几十米 你到处都弄这玩意儿 我那舰艇怎么走啊 80年代 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我正好在潜艇上 出来进去就提心吊胆 到处都是这玩意儿 就你万一搅的那个 螺旋桨 搅到螺旋桨 这个潜艇就完了呀 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 就大家说 我说的是 加那个海带的 那个尼龙绳 而不是说海带 海带是什么呢 我们著名劳动 给老百姓加了 就是中午到饭点了 该吃饭了 说这吃啥 在海上收海带呢 帮老百姓 老百姓说拿了一根海带 我们四五个小伙子 一顿那一根海带 还没吃完 你不要以为 那个海带就这么小 那个干的呀 很长 这个大的海带 比你这个眼波室还长啊 十好几米 你一个人都拿不动的呀 那鲜海带 拿上来就吃 老百姓咱们午餐 就这个了 新鲜的海带 那么大 所以说潜艇和海带 这两件事 我都参与过 潜艇我待了一年多 这个海带 我帮老百姓 住民劳动 收海带 但是时刻想着国防 帮老百姓收海带 都想到 可以发动海带的人民战争 属神真的是会绞螺旋 特别危险 这个苏联就有时候 在太平洋这个地方 这个日本海下边 它就有一个绳子 有一个钢丝 就绞到那个潜艇里头 上面一百多个人 不是 你要叫真您这么说 那不是确实 中国天然武器 无敌于天下吗 有雾霾 美国打激光武器 不怕了 有海带 你潜艇来了 全给你缠住 那不是 海带它不是 所有地方都能养的 它一般的是潜水 进海 你不能说到公海去扬海 南海也不适合扬海带 而且你海带 你搞住别人了 也搞自己 这个话题 我是说 我是说我们军队 因为军队地方 一搞改革开放之后 就好多军事设施 受到威胁 好多军事设施 军队的 你比方说 我们二炮部队 在这搞了一个部队 一个营房 就没几天旁边全高楼大厦 一看都是外资的 拿望远镜 正好监视你 我到一个地方去出差 一个人大代表 就是塞给我一摞的文件 他说 这个进出港口 周围所有的那些个 房子啊 就那些个电子设备 都是外国的 他说你这个港口的军舰 进出不都被监视了吗 一个老百姓 一个地方人大代表 就跟我这么讲 这些个 我总感觉是赚钱是可以的 但是国家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你没有安全怎么能行啊 你这个东西 就是想呼吁大家 要注意 你在搞经济建设 同学 不要危害国家军事安全 但是人家就现在 不也有人说吗 就说这个 美国现在的那个什么卫星啊 那个什么无人机啊 说他用着派个间谍来看你吗 说他这说他现在这个高科技 你什么都在他眼里 你这个不对 抓了好几个 那个日本的 日本二战的时候 到处搞测量 那个咱们就不说了 那个都家伙战争 那个都有了 就是最近前不久还抓了日本 到新疆甘肃那边搞测量 就你这个问题说 你日本那么先进的间谍卫星啊 你还派人来搞 你你在侵占中国的时候 你还没这个能够啊 他是这样的 就是卫星你比方说 在甘肃新疆那边 他发现一个二炮一个部队 二炮二炮一个部队以后呢 就是说 他得要知道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部队的驻地 你的导弹在哪能发射多远 而且你这个目标呢 要比方一个山 一个山的高度是多少 周围有没有湖泊什么什么 所有人都要测量 测量完了以后生成地图 这个地图先画了 最后生成数字地图 数字地图可以放到巡航导弹里头 作为制导 巡航导弹 它是0101边的数字地图 就必须是实地勘测 就是 因为卫星它不能够测高 它不能够测高 就3D的 立体的 它不能测高 为什么阿凡达 阿凡达这个电影演完了之后啊 英国国防部就发展了 3D的数字地图 全套的引进来 英国这个陆军将来要装备这套地图系统 就是这样的 原来英国陆军还没这个的 哪有这个 这是阿凡达上的那个地图嘛 所以真厉害 好莱坞在领导全球国防 有巨大贡献 我再问您一个 这事就不是什么高兴事 您一说这个导弹 我想起来了 这个天津港的这个爆炸 人家就计算嘛 不是相当于爆炸当量53个战斧式巡航导弹 我说这整个就是一化学武器啊 客观效果上 它这个东西还在评估 这个威化武器 威化武器呢 我们从这个例子呢 我们可以得出这么几个 就是以前从我个人做的军事节目当中 有好多节目当中谈到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我还专门做了一个系列 就讲这个航空母舰的沉默 就实际上航空母舰 它所有的航空母舰是怎么沉默的 我做这些个的时候呢 我就说要提高我们这个消防人员的科技意识 你比方一艘航空母舰上 它什么都有 光燃油有几十种 弹药有几十种 鱼雷啊水雷啊 他那也是多种威化品 对一块 他那个空间就那么小 他那个特别危险 他专门有这么一帮子的人 叫损害管制队伍 简称叫损管 吃饱了饭没事 整天就练 损管 损友 损管 进了水 我那个大木头怼上 然后还有消防员 消防员 他就是判定 这个几十种威化品 哪个完了 我怎么对付它 然后一个舱室里边着火了 着火了以后 我他就先判断 这个着火 这个火厚度是什么引起的 是炸药 还是电 如果是电的话 你喷水就非常麻烦 对 他说 就会说二氧化碳灭火 就给你喷了二氧化碳以后 你烧吧 烧完了之后 它没有空气了 没有氧气了 所以美国人这点特别聪明 二战的时候呢 美国就发现 那个零式战机 是二战的日本最好的战机 所以打上以后 他就一个火球就掉下来了 所以美国说怎么 最后就搅和了一下 美国特别吃惊 所以这个飞机造的特别轻 再了很多的油 但是他不重于防御 就光是进攻 美国那个飞机 你发现他被打了以后 他起火的很少 被打了以后他不起火 为什么呢 一个是装甲 就下边有装甲 在一个飞行员周围 他都给你装甲 日本那个完全没有 他完全不管驾驶员死活的 美国那个飞行员 他把人看了第一位 飞行员周围都加防护 还有更科技的一个方面 所以我就想呢 我退休以后 好好做普及科技 这个知识 你比方说一个油囊 一个油箱吧 一个油箱 油箱里头呢 它不是搞成硬壳的油箱 它搞成一个油囊 油囊以后 你比方这么大油囊 慢慢用油油 越来越少 随着里头的液体少 它这个油囊变小 空气就瘪了 瘪了之后 你来个枪子之后 因为它空气太少了 不足以燃烧 明白这道理吗 如果是个硬壳的油箱 像咱们汽车油箱似的 它里头全是空气 如果当你这个 百分之六十以上 都是空气 进来之后 它就助燃 美国多聪明啊 我研究的时候 我就美国肃然其境 好聪明 二战的时候 它能想 你打上以后 我顶多损坏 多一个枪眼 但是我不至于起火 零是飞机 打上就冒火 所以呢 这个航空舰上的救火 就是有时候 这是好多飞机 在舰上着火了 有的炸弹 吃吃冒烟 它怎么办 对 所以各种情况 我研究了各种 做了很多节目 在讲这个事情 哎呦 这个真是 你不讲 还不算 原来二战的时候 美国就发现用油囊 油囊啊 就是你 你这个切尔诺贝利的时候 切尔诺贝利的时候 发生爆炸以后 第一个冲进那个核反应堆上空去拍摄的 是一个著名的军事摄影师 呃 带着一个军事的直升机 呀就过去了 过去以后再啪啪 拍围着那个现场拍 拍完了 回来高兴 哥们这时候拿第一手了 回来 没几天全死了 它造的所有东西都冲不出来 因为核辐射 核辐射把它那个 那个胶片的那些 对 曝光了 就一片都没一张都没有洗 洗出来 结果第一批冲进去的消防队员 也是牺牲了 哎 他这个东西就是一定你要判断 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微化品 你就都搅和了一块以后 你就很难 很难弄 所以航空架分得很细 哪一层 哪个舱石 有什么东西 消防员全都知道 他吃饱饭没事 这天天就干净 可是现在我们这还有个问题 天津者 就是说 因为你刚刚讲那种情况 比如说美军的航母 他怎么来消防 万一着火的话 他首先要掌握的是一个知识 就他知道 那个舱里头 这个舱比如说 A放了什么 B放了什么 放了多少 他知道这个 现在天津这个麻烦在于 不知道 那里头是什么都不知道 对 直到现在都还没弄清楚 这个清单 有多少 有多少 是什么 都不知道 什么东西放在哪 现在还搞不清楚 都拿不出一个准确的东西来 这个就很离谱 所以这个事 我感觉 因为这几天不是很多传闻吗 说比如说那个公司 那个公司肯定是有毛病的了 瑞海 瑞海 是谁在负责呢 他怎么能够把那样的危险的东西 扔在那呢 而且那个地方 你看旁边都是 其实高尚住宅 其实在天津来讲是好地段 那个滨海区嘛 滨海兴区 他是人家明居先建好了 他才弄那个舱 舱里头放这个东西 其实就已经违反规定 因为你居民区是一千米 是吧 他是等于是明知道犯法 就要弄了这个 所以我一直看这个事 我就在想 那时候你还没到深圳 9293年深圳有一回爆炸 清河 也是在一个居民区附近 有一个舱放了一些违禁物品 然后管那个违禁物品的 那个储舱的公司呢 的董事长 就是当地的公安局的副局长 分管消防 跟这些化学物品什么的 这些危险的东西 那所以他就 自己管这个嘛 那就自己又搞这个嘛 那就等于不用管了 就扔在那 一炸就炸成这样 也是很严重那回 这个现在是防化部队 咱们派的 我军防化部队去了那了 你你觉得是 为什么呢 是消就是我们的消防队 对付不了这种 消防 消防队 它是它是一般性的灭火 消防队 它只是一般性的灭火 但是像他这个瑞海公司 他作为威化 这个这个这个 专业的一个一个公司的话 他自己的消防安全 应该进行过一些专业的培训 这个这个事情呢 就是让我其实想了很多 像我这么大岁数人 在60年代那个时候 战争迫近的时候 我们中国每一个人 都要进行和声化 这样的教育 我这小学都受到过 是吧 比如说原子弹爆炸 你应该怎么样 向着这个方向 什么就地扑倒啊 什么的 对 个人怎么保护 然后碰到化学沾染之后 如何洗消 是 这个都都吃东西的时候 受污染以后 应该是怎么能下雨了 以后怎么能 全民进行这样的普及 这个通过这次事故呢 我也想到我们 这个作为一些科学家 一些专家 一些院士 按照我们国家规定啊 就是国家的院士 两院院士 一个责无庞贷的任务 就是向全民进行科学普及 你做的很高 你做的院士了吧 一定要普及 要普及到全民 就是 那个 那一年 那个 印度尼西亚 那个海啸 对 那个大海啸 那个大海啸 最先发现的人是什么 就是一小孩 一个小姑娘 英国的好像是 在海滩上玩 他看所有的事情 他说海啸马上要来 他就跟他妈说 他就跑 跑完了 他妈说 这你怎么知道是海啸 他说我在学校受的教育 什么东西 所有的都是海啸 这就是说外国的教育 他就是灾难的教育 像美国 他都进行大量的灾难教育 我们灾难教育太少了 您说的这还真是 我小的时候 因为他有那个战争气氛 所以还真是 防化知识啊 什么什么防爆炸呀 防辐射呀 就是我都记得 小时候都有这个课 但是现在大概是因为 和平太久了 和平太久了 哪想到呢 哪有化学物 只有咱自个儿 给自个儿放一个化学武器 和平时间太长了 对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菊座说了 退下去之后哈 有些新闻直播 比如说咱们这个阅兵直播 他都不干了 但是到我们枪枪三人行来干一下 一会儿多来 我喜欢这聊天 就是这个阅兵这这个事儿 真的是要请你评论评论 因为我发现呢 我研究一下这个风格有不同 说世界上啊 有你知道吗 有四种模式的 有叫英式的 美式的 法式的 苏式的 就有这四种模式的阅兵 比如说就是苏联 就是中国这个好像还是属于这个前苏联的 这个是一个风格 你比如说像法国式的阅兵 据说啊 就是有点那个艺术性的 比如说什么美国式的阅兵啊 有点像狂欢节或者嘉年华 但是呢 像咱们这个过去的苏联呢 现在的中国 咱们这都是威武雄壮 你可以看看照片 他们准备一些照片 挺有意思 我们看看 你看这是玻利维亚的 你看玻利维亚是这个范儿的 你再看下朝鲜的 好假的 这也不怕给批了 这朝鲜的 这是法国 你看法国外籍兵团 他们说是斧头帮 斧头帮 然后你在下美国 美国你看美国 狗都上去了 阿拉斯加 还有大象 美国这个有点像嘉年华 你再看下边 这是墨西哥 墨西哥 然后再下边呢 希腊 对 然后下边呢 再看哪个 这是 这是伊朗应该是 这是什么 这是森林里来的吧 这是伊朗 狙击手 这是 这是什么 什么军灰 我看不出来 士兵调皮 苏联的 这像是 大帽 像苏联 像前苏联的 对吧 对这个阅兵 您跟我们聊聊 是说的这样吗 阅兵是这样的 你刚才讲了很多类 按照我个儿的分类呢 基本上就是 算是两类吧 西方国家呢 严格来讲 是不搞阅兵的 他认为阅兵场是在战场 你不像美国 你从来没见他 这个在什么 白宫啊 或者在五角大陆啊 哪儿搞什么 打阅兵啊 把坦克短架车排下来 从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过 啊 就是这个 这个法国呀 他们搞阅兵 诺曼底登陆啊 那都是现场 召开一个会议啊 或者老兵跳跳伞 就是这样的 一些仪式性的 英国也都是仪式性的 呃 现在英国搞得不错 今年七十周年 英国 是 还要参加中国的 另外他自己搞得也不错 就是他还是 还是一些 是圣典那样的 一种状态 基本上原则是圣典 再一个呢 他不是拿一堆武器装备 出来去搞 就阅兵这个事呢 武器不出来 是不是 武器不出来 就武器出来 也是老的武器 嗯 纪念 你比方说我纪念诺曼底 一定是诺曼底 那个时候登陆时候的武器 这个这个这个 不会是现在的武器 哦 它是这样一个概念 你比方说我到以色列去 以色列去 呃 它是那个 那个军事博物馆 军事博物馆 我到到时候去去找了 去找了 哎 我说天天怎么飞架飞机 我一看 哇塞 二战的飞机 龙岩讲的 他们那人告诉我 这我们馆长 每天早上飞一个小时 馆长 飞这个老飞机 就是西方人 他一定是这样的 就是他表示 我这个展览馆 我有 我有历史 我有历史 呃 那现在的 他感觉没意思 就是他是这样的 一种传统 但我们的这个 好像是严重的 政治军事信号 我们是苏联的 这个这个体系 嗯 你苏联这个体系 包括刚才看到朝鲜的 这都是演变的 越南的 呃 就是古巴的 中国的 就是当时的社会 这个国家都延续了 这样一套阅兵 这个阅兵最早 他是什么呢 最早是这个 这个希特勒 希特勒 然后围攻 莫斯科的时候 嗯 当时这个 斯大林 把朱克夫叫来 叫来说 这个怎么办呀 德军离这 莫斯科 还有三十多公里 外国人都开始撤了 这这这这 咱们怎么办 嗯 朱克夫说 我派多少个师 什么保卫 什么这那东西 斯大林说 我想阅兵 啊 朱克夫说 你阅兵 兵临城下 这怎么弄啊 这怎么弄啊 这这最后是不行 一定要阅兵 就是给大家以提升士气 就是这样的 就是阅兵部队 他并不知道是阅兵 他以为上战场 啊 这样的话呢 斯大林 就是他们带的都是真枪实弹 然后一直就过去了 斯大林站在练队目前 在那个地方发表讲话 拿麦克风 这帮人更不理 就直接往前冲锋 就当时是这个状态 最后呃 那个时候都是拍电影啊 新闻电影制片厂的 就扛着机器来了 说听说 这为什么提前不告诉我们 斯大林还讲话 我们都没拍上 最后就补拍的 啊 好多历史事件就补拍的 他没有办法 就因为你告诉他 万一谁泄露了呢 泄露以后 你的最高统帅都在这 那37公里 大炮打过来 飞机轰炸过来 这更有意思的是 苏联阅兵完了之后呢 希特勒在那听广播 这帮小子啊 阅兵也不告我一声 因为他下边 因为那个头版都空出来了 说是他们占领莫斯科以后 德国占领莫斯科 上上头版的 对 头版以后阅兵 希特勒说阅兵也跟我去 怎么你们我没去 你们自己现在那阅上兵了 他以为他自己阅兵 他以为是德国 公占莫斯科 以为是德国军队了吗 战领他听声音了 听到了 这最后才出来 所以说苏联的阅兵 是从这儿远 就是从这里走向战场 是这么出来的 所以你就会经常看到 出去扛着枪啊 拿着炮啊 用的都是现在的武器 很正经啊 什么走正度啊 都这么出来的 像印度那些加年号 那种民族似的 自己愿意怎么玩 大家是闹着玩 那是另外的 但是基本上 社会人国家都走的这条路子 从这里走向战场 阅兵的真谛 是斯大林那个时候的 哦 这个讲知识了 而且所以接下来 你看咱们 这个每次阅兵 感觉得拿真家伙 最先进的武器 得展示啊 但他们不会实弹吧 阅兵 我们中国刚开始 阅兵的时候 都是实弹 就是飞一场少见 就是飞机带着实弹 通过天安美 你知道那B-52 有一次原子弹都掉下来了 B-52原子弹掉下来 B-52带着原子弹 掉到他们本土了 这个炸弹很容易掉下来 哦 是 掉到美国本土了 最后没爆炸 最后给捞出来了 掉到河里头了 就是当时因为我们那种 战争环境下 还怕打仗来 对 所以也是用那种 而且我们飞机也少 然后飞过去以后 那就直接就准备空中巡逻了 你就在阅兵 所以开始我们阅兵的时候 实弹 实弹 全都是实弹 那个士兵 当时都是从战场上刚下来的 那个时候真是可以 你看地道战 地雷战 南京北战 黑白的老师 那都是总参军心部 搞的那个军教片 不是故事片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那个时候我们看地雷战 地道战 那都是战力片 就好像感觉是进行打仗 军事教育 你看看那个 那个所有动作 扑扑前进 那所有的动作都是真的 卧倒 刺杀 那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表演 你看那个当时 这萨达姆 要是看看咱们的教学片 不一定打不过美国 所以那是教学电影 那是教学片 对 我记得 他们就说 你看 跟你们前面三十有点相似 就总参给他们下的文件 是让他拍教学片 那教学片不是拍个教授 跟你们黑板上写教学吗 但是巴一厂 当时接到任务以后 说我们要用讲故事的办法 给大家去讲 对 要用全天三十行的办法 给大家去 对对对 大家是喜闻乐见 后来这一般观众也能看 你先能听得懂 对 然后在故事好玩 让你接着往下看 对 然后受到教育 我还记得小时候 我进电影要看这种片子 他好像还会有那种军事战术讲解 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个旁白 就带敌人什么冲进我们村的时候 我们怎么怎么 他真是当成一种教学片 但我想回阅兵 我想起来 那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情况 不过那是不是礼节性的 比如说像美国 他们有时候欢迎一些国家元首 或者一些官方的场合 他有礼炮 他也有一些部队在那边 比如说会接受一些外国领导人到来的检阅 那这是什么 那这是礼宾 这是礼宾 这个都有 检阅 这叫检阅仪仗队 仪仗队 美国检阅仪仗的一般是航空母舰的下水 服役 这个总统要到场 这个一般是19响的礼炮 再就是接待外宾21响礼炮 是这样的 关于咱们这次大阅兵 您知道点什么内幕能透露的 是不是建国 你这节目是之前播还是之后播 我先看看 这个我的纪律允许不允许 你说什么时候播就什么 是不是建国以来最大的 出动的武器也是最牛的 我们的武器装备发展呢 应该是这样 就是最近十年 我们武器装备的发展的速度 比过去五六十年发展的还要快 最近中央台有一个片子 九集好像是《惊弓记忆》 我看拍的不错 讲了我们武器装备的发展 这次我们该出动的都是 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基本上都出来了 从所有武器到这个常规武器 飞机到坦克 咱们倒不怕泄密 就让他们敞开了知道 这是自信的 这是一种自信的 真实的 能到这一步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还是微瘦 原来那种遮掩 遮掩是让人不知深浅